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理性的非理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 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是理性的 所有的决策都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却总是在做很多损失利益的非理性决策 比如股票明明已经连续亏损 还不愿意卖 一看到商场打折 就会买一些用不着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呢 读完这本书 你可能就会有答案了 本书作者之一 郑玉黄是著名的营销科学家和消费心理学家 为国内外多家企业提供过战略咨询和培训 他在网络上开设的营销课 有超过一千万人参与学习 另一位作者苏丹 是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传媒学博士 曾经在澳美大中国区担任消费者洞察副总监 对中国消费者的行为很有研究 这两位专家将高深的行为经济学 融入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 详细地解读了一些常见的非理性行为 今天的解读我们把书中的这些非理性的行为 按照形成的原因分成三个大类 分别是选择导致的非理性行为 预期导致的非理性行为 和对失去的恐惧导致的非理性行为 先来说第一类 选择导致的非理性行为 在决策的时候 常常会同时面临很多个选项 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判断就很难做到客观和独立 郑玉黄教授在给清华的MBA学员上课的时候 抛出过这样一个小问题 如果你开了一家服装店 有一件男士夹克 质量不错 价格一千元 但是卖得不好 有什么好办法 能让这个滞销品更容易卖出去 有个学员举起了手 说 把这件夹克仍然标价一千元 但是呢 在它的旁边挂上另一件质量较差的夹克 标价是一千五百元 这个妙招一下子赢得了全班同学热烈的掌声 为什么这个方法好呢 因为我们想卖的夹克价格虽然没有变 但是在它旁边挂上一件质量较差 价格反而高的夹克 有了对比 就会让消费者觉得另一件夹克 置优价廉 当出现一个明显更差的选择时 人们更有可能选另一个选项 这就是对比效应 选择导致的非理性行为 还有一种叫做折中效应 这是说 人们往往更愿意选择安全的中间项 抛弃极端选项 比如你去一家理发店剪头发 服务员问 您想剪什么价位的 48元的是普通的发型师 78的是总监 128元的是店长给你理发 面对这三个选择 不少人都会觉得 哎呦 128的太贵 但很可能会不好意思选择最便宜的 在这种定价策略的诱导下 绝大部分消费者最终都选择了78元服务 一些航空公司也利用折中效应 在头等舱和经济舱两类选项之间 推出了一种新选择 高端经济舱 高端经济舱既没有头等舱票价那么贵 又比普通经济舱的座位宽敞更多 还有快速办票和行李优先到达的待遇 当多出来这么一个中间选项的时候 很多原本买经济舱机票的乘客 都愿意多加一点钱 享受更舒适的环境和服务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大类 预期导致的非理性行为 当人们做决策之前 往往在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预期了 如果看到实际价格比预期价格要优惠很多 就会觉得很划算 产生消费的冲动 第一个预期导致的非理性行为是交易效用 什么是交易效用呢 这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意思是心理预期价格减去商品价格的差 如果这个差值为正 消费者就会认为这笔交易是划算的 比如双十一的时候 你发现自己购物车里的商品都降价了 和预期相比明显优惠了很多 于是毫不优异地下了单 这就是受到交易效用的诱惑 大多数人心里的交易效用 其实都不是精确计算之后得出的一个具体的数字 而是按照倍数或者百分比来计算的 这种计算方式也是导致不理性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举个例子 假设有一天你在一家商场看中了一款售价100元的闹钟 你觉得样式和功能都很不错 如果理性决策 在商场中降价到60元 这就是节省了40% 是大大的优惠 而6600元的手表降到6550元 降价幅度还不到1% 这点赢头小利可以忽略不计 这也是商家都喜欢靠打折促销来吸引消费者的原因 打折的方式相当于把优惠直接用比例的形式呈现出来 有效地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 一看到七折五折的字眼 不管原价多少 这件商品是不是真的需要 消费者都会动心 不过呢 当交易效用为负的时候 我们的购买欲也会降低 比如说啊 你周末和朋友一起去爬山 下山的时候呢 自己带的水已经喝完了 这个时候啊 你看到路边正好有卖矿泉水的 但是呢 要价10块钱一瓶 和超市里卖2块钱一瓶的水一模一样 这么一看 实在太不划算了 还不如坚持一段下山再买水 另一个预期导致的非理性行为是 锚定效应 这里的锚啊 比喻的是我们对事物的第一印象 锚沉入海底后 船就被固定在这片水域中 不会随海浪飘走 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第一印象就像一个锚沉在我们心里 会影响对后面事物走向的预期 1974年 心理学家为了验证锚定效应 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 请一组学生在五秒钟内 估算出一道连乘算术题的答案 题目是 1乘以2乘以3乘以4乘以5乘以6乘以7乘以8等于多少 这组学生 估算值的中位数是512 而正确的答案是40320 接着呢 心理学家又调换了连乘的数字顺序 请另一组学生估算 8乘以7乘以6乘以5乘以4乘以3乘以2乘以1等于多少 结果表明啊 这组学生估算值的中位数是2250 很明显这两道题的答案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在小数字放在前面的时候呢 学生们的估算值远远小于正确答案 而当大数字放在前面的时候 虽然估算值也不准 但比第一组要好得多 这就是锚定效应影响的结果 在前面提到的打折促销里 也存在着锚定效应 商品的原价 就是我们脑海中的那个锚 通过参考原价 我们才觉得优惠 想要购买 在讨价还价的时候 锚的作用就更明显了 比如你看中了一顶帽子 老板开价150 这个时候呢 150就不知不觉成为了你还价的锚 你会觉得这顶帽子100多块钱 也许还到110你就成交了 经验丰富的买家 会采用一种对半砍的还价策略 遇到开价150 他们一上来就会直接砍到75 这么一来 后面讨价还价的基准就变成了75 最后说不定80就能成交 这个策略就是利用锚定效应 推翻了对方设置的基准 重新设置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新锚 不过 锚定效应并不只限于价格层面 购物体验 产品质量 售后服务的预期都可以被锚定 这甚至能影响人们的消费习惯 如果你一直以来 网购的商品都是包邮的 那么有一天你发现有一家店不包邮 就会感到很不爽 想要换一家店购买 这是因为啊 以往包邮的消费体验 已经在你心里产生了锚定的作用 成为了你习惯的一种体验 一旦这种习惯被打破 就让人无法接受 最后我们说第三类 对失去的恐惧导致的非理性行为 心理学家发现 失去的痛苦 要远远大过得到的快乐 这种现象被称为损失规避效应 我们举个例子啊 有位老人很喜欢清静 但是附近有一群小孩子 每天跑到他窗外的草地上玩 非常吵闹 他决定要把这些孩子赶走 他知道 如果只是讲道理的话 小孩子们是不会听的 于是他对孩子们说 谢谢他们在这里玩 我要奖励你们 一开始 他给每个小孩子十块钱 过了几天捡到五块 又过了一周捡到一块 最后一块钱都不给了 于是这群孩子 再也不到这里玩了 为什么小孩子会离开这片草地呢 这就是损失规避的心理 在起作用 得到的奖励 每天都在减少 最后一块钱也得不到了 这种失去带来的痛苦 已经抵过了玩耍的快乐 小孩子们就不再愿意来了 很多行业的成功 其实都是利用了人们 对损失的规避心理 比如保险业 总是在给人们展示 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不安 充满危险和灾难 还有热衷于打广告的 制药业和保健品行业 他们的盈利 也是建立在人们 对失去健康的恐惧上 正是对损失的敏感 和规避损失的迫切需要 使得这些预防损失的产品热卖 不过 德与失往往不是固定的 有的时候只需要改变一种表达方式 失就会变成德 比如 有个病人需要做手术 手术前呢 如果医生告诉他 手术的成功率是70% 可能病人就决定做手术了 但如果医生告诉病人 手术的失败率是30% 那病人还会愿意动手术吗 你看啊 虽然描述的是同一个事实 但是医生采用的措辞不同 病人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虽然人们普遍会倾向于规避损失 但当收益比损失大很多时 人们还是会鼓起勇气 承担风险的 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人能够抵御利益的诱惑 那只是因为诱惑还不够大而已 到底需要多大的收益 才能让人们对损失不再敏感呢 研究表明 当收益达到损失的两倍以上时 人们就会开始冒险 所以说 如果你问一个人 有50%的可能性会损失100元 还有50%的可能性会赢得100元 他是否会选择打这个赌 这个人多半会拒绝 如果你把问题改为50%的可能性会损失100元 50%的可能性会得到200元时 他可能会犹豫 但是 当赢的赌注增加到300元 400元 甚至更高时 冒险行为就会出现了 明白了这一点 赌场对人的吸引力也不难理解了 当收益达到损失的十倍 百倍 甚至数千倍以上时 再淡定的人恐怕也会想冒险一事 在生活里 当一支彩票的中奖金额不断上升时 购买这支彩票的人数也会迅速增加 彩票投奖的巨额奖金 就是最有吸引力的广告 除了规避损失 另外一个因为害怕失去 而导致的非理性行为 就是沉默成本效应 沉默成本就是过去已经投入的 无法收回的成本 就像是已经沉到水底的一块石头 大部分人都会因为心疼以前的付出 而继续投入 即使这样可能亏得更多 1982年 俄亥俄大学的心理教授 曾经设计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 来检验沉默成本对人们的影响 他们在校内剧院对钱来购买计票的 前60个人随机出售了三种票 分别是15美元的全价票 13美元的打折票 和8美元的打折票 人们买票的时候 并不知道票价的区别 一个季度之后 根据工作人员的统计 那些买了全价票的观众 比买了打折票的观众 看演出的次数更多 三类票对应的观看次数 分别是4.11次 3.32次和3.29次 因为买了全价票的观众 沉默成本更高 他们就会更频繁地看演出 沉默成本效应在股票投资者身上 表现得最明显了 很多人在股票连续下跌的时候 不愿意割肉 反而继续追加补仓 希望这只股票将来能再涨回去 结果却被越来越深地套牢 如果理性地考虑 不管过去花了多少积蓄买入的 如果你预期将来这只股票的股价 会比今天低 就应该果断卖掉 很多商家也会利用沉默成本 来捆绑住消费者 比如说有一些会员制的超市 顾客每年交了会员费 就能享受更多的专属折扣 交了钱的顾客 都希望在消费中 把这笔钱赚回来 就会更频繁地购物 买得更多 这么一来 超市不仅得到了会员费的利润 还从增加的销售中 多赚了一笔 作为消费者 也不是只能闷头吃亏 只要好好利用沉默成本 也能产生积极作用 比如说 你想要减肥 却又没有动力坚持运动 可以去健身房办一张5000元的健身卡 主动制造沉默成本 下次偷懒不想运动的时候 一想到这5000块的沉默成本 你就能打起精神 去健身房挥洒汗水了 沉默成本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逐渐衰减 你在健身房刚交完年费的第一个月 可能锻炼会特别积极 可是再过几个月 也许就来得少了 临近年底 可能就直接不去了 如果你的意志力不坚定 最好是办月卡 短期内沉默成本效果最强 不过 对于那些深陷上一段恋情 走不出来的痴男怨女们来说 沉默成本 随时间衰减的规律 反倒是一件好事 这也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 时间会冲淡一切 好 你已经了解了种种不理性决策背后的奥秘 当下的选择 脑海中的预期 和对于失去的恐惧 都会对决策产生深刻的影响 人们无法理智地做每一个决定 我们的欲望 爱憎 冲动 都左右着我们的言行 了解了这一点 相信你会获得一种 兼具理性与非理性的 更完整的智慧 对于失去的 感谢观看